起来 把醒酒汤喝了再睡 小依依 嗯 李怀安皱了皱眉 把她从床里捞了起来 喝了一口醒酒汤 捏着她的脸蛋 将小嘴给抠开 然后嘴对嘴地喂她 起初还在反抗 喝了两口之后就老实了 嗯 够放肆 四爷抱抱 抱抱 抱抱 不是抱着呢吗 小依依往她怀里钻了钻 找了一个舒服的位置后 消停了 发起了几下嘴 没一会儿呼吸变均匀了 第二天 小依依醒来的时候 窗外已经大亮了 在经历过一连串诸如 我是谁 我在哪 我从哪里来的灵魂拷问之后 某些片段突然地冲进了脑子里 玩犊子了 撒也撒大发了 她冲进浴室里 快速地洗漱好 给自己画了一个憔悴的妆 扶着栏杆下楼 轻手轻脚的 走到最后一级台阶 小依依正在深呼吸来回吐纳 给自己加油打气呢 夫人 妈呀 韩列 韩列心里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她只是出于礼貌叫了她一声 怎么就把她吓成这样了 我来找四爷有些公事 你等等 夫人请吩咐 上次你请求四爷责罚你的时候 用的那根藤条呢 夫人 可是我这几日对您功夫上的训练 有什么不妥 你扯这个干什么 我的训练强度是比较大 但针对夫人设定的那一套 是比较轻松的 就是容易消耗体能 要是夫人觉得不妥的话 我可以再减一些 什么跟什么呀 我要藤条不是要罚你 我是 我是有我自己的用处 哎呀你快给我 扔了 怎么能扔了呢 上次她主动请罪 四爷就放过她了 我还想借用一下藤条去请罪呢 夫人要请罪 啊 被你听到了 对啊 那 除了藤条 你还有没有别的 就是比较像样的东西 就是看着挺挺唬人的 但是打在身上也不太疼的那种 没有 刚回答完 韩列看了一眼手上的棒球棍 双手交了过去 我约好了一封 等给四爷汇报完之后 我们去打球的 要是夫人急用的话 就给夫人吧 小义犹豫了一下 似乎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东西了 她接过来 应该不疼吧 夫人 我先去汇报工作了 哦 去吧 你不要打球 我打球 感谢观看